大家好 我是徐明哲 欢迎收看多空其盛 那么今天台股的成交量有912亿 那么加薪指数虽然是收在平盘之上 需要涨一点 但是2014年第一个交易日 让大家感觉到应该盘面非常的热闹 那么我相信今天上市加上柜的股票 涨停板的加速多如流氓 很多人都会发现说 我们在前一天告诉大家 这个行情你不要预设立场 你只要好好的把握圆月的行情 那么我们最近遇到很多的投资朋友 尤其是过去一整年 看到很多政治的纷扰也好 或者是政策上面 有人烦恼QE要不要退场 然后很多人都很担心说 资金行情会不会结束 不管怎么样 你现在看到美股创新高 那台股也在缓步的往上做 墊高的动作 我相信你的信心都会回来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留在2013年 那么新的一年开始 当然要帮大家规划出 整个操作的方向 所以我们多宫其是帮整个 投资朋友你规划了两个时段 第一个时段在运通财经台 下午5点到5点半 这是Live 那么晚上8点到8点半 做了一个重播 为的就是告诉大家 怎么样把2014年的行情给规划好 其实我测标有写 我们节目的主轴 要告诉大家两个方向 第一个 你如何选股 我相信深入产业基本的研究 那么你可以确定一个好的方向 来做一个布局 我相信很多投资人 看到今天涨停板的加速 哇这边也亮灯 那边也亮灯 其实说穿了啦 在亮灯的过程里面 在创新高的过程里面 你手上能够有几档 是你的核心持股 能够波段大赚 我相信这个对你来讲 才是你要的 不是吗 所以反过头来讲 很多人在操作股票的时候 其实我们遇到很多投资朋友 都有曾经有过这个经验 讲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么很多人看好某一档股票 看好某一档股票之后呢 就买了买了就抱着 可是当你磨了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三个礼拜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如果它没有马上脱离离的成本区 或者是偶尔小小跌破你的成本区 你会抱不住 所以我们推出第二个操作方式 我说你看我节目有两个主轴 第一个 我们会深入产业的基本分析之外 另外要怎么带领各位投资朋友 你在股票操作上面 价格买的最漂亮 而且是发动点 就靠决策系统 所以从今天开始你看我的节目 后面一个主轴会延续下去 它不会做任何的改变 因为我有这样子的操作 我发现对大家来讲才是最好的 所以回过头去 我们这一波在看大盘的时候 我在8月28号提了东西 到现在为止你回头过去看 是不是主轴都没有变 尤其是当时来 8月28号价券指数达到7.824点 不管是有多少的利空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 这些都叫什么 这些都叫人性的试炼 不是吗 所以你常会听到一句话 尤其是今天有一些股票 像太阳能族群 早上出现了一个利空 对不对 那么利空打下来的过程里面 如果你把股票砍在相对的低点 我相信你也会觉得很厚 像5483的中美金 来今天这一辆股票最精彩 早上直接杀 杀到哪里 48块7毛钱为什么 美国可能要针对台湾的太阳能产业 克反请销税 对不对 那么你以波段的角度来看 这一辆股票也没有涨 这一辆股票也有涨 从39块6毛钱涨到52块7毛钱 那么你说如果有利空出来 我把它砍掉 或许你会觉得 我的波段获利了结没要紧 对不对 但是你以收盘价来看 你会发现你又被 怎样 洗在波段相对的低点 为什么因为整个只要产业趋势在往上走的过程里面 你不需要去预设它的立场 所以我常常讲说 为什么你要靠决策系统来分析 其实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在于说 如果你看好这一辆股票 你也买在相对低点了 可是问题是 你要怎么把它爆出一个大波段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回过头来讲 来你指数的角度来看 大盘我们是不是谈过 我说大盘在年线连续测了三次 又有这么多的利空 你不需要担心 因为这个叫技术性的尾测 为什么 当时季线还在往下走 对不对 所以当大盘往上做挑战 8192点的时候 我说过了 下降趋势线做突破 量价线符合我们的设定 过高是必然 对不对 后面你也看到了 加线指数涨到多少 封关的时候8、6、4、7点 所以我们以技术性在上面来看的话 现在大盘还是一样多方控盘 没有改变 重点是什么 今天的成交量它有补出来 对不对 连续三日做补量 这个行情它是做确认的 它是做确认的 所以操作的过程里面 我们最怕的是什么 行情的假突破 行情的假跌破 对不对 所以当整个行情往上走 尤其是大盘已经补量了 你就可以告诉自己一件事情 目前安啦 还可以继续享受元月行情 对不对 所以回过头来讲 来 既然今天大盘补量 Q1的主流已经开始启动了 我们最近在强调的是Q1的主流 这个等一下我会跟你谈 那么电子类股 它的颈线已经开始做突破 这一点你要特别留意 现在电子指数形成一个 类似头肩底的格局 即现在往上走 最近这一段的行情来放在这边 它脱离季线的纠缠之后 开始往上积拉 你以技术形态的角度来看 目前电子指数 它的底部 怎样 大于头部 所以我要再讲另外一句话 如果技术分析符合的话 基本上底部大于头部 这个高点 技术形态上面来讲 一定会来挑战一次 所以很多人看到现在就知道说 原来大盘它有希望往上直接冲高 尤其是所谓电子股在做带领的动作 所以我们在节目的第一天 我们就提醒各位投资朋友 虽然我在荧光幕消失这三个月 但是这三个月我们并没有落掉行情 我们还是带领各位投资朋友 在操作上面一步一脚印 把所有的族群的脉动给抓清楚 你可以享受波段的获利 所以我们在2014年怎么规划 我说过了汽车环保阶能 这个大方向没有改变 从我们8月中开始跟你谈汽车类股 后面延伸到来环保 后来阶能对不对 从汽车产业到什么 到太阳能产业到什么 到今天最热门的LED产业 不都是跟这三个族群有关系吗 所以今天2014年第一天的交易日 这些股票有的出现利空震荡 可是问题是后面还是收高 有的持续创新高像LED 另外像汽车类股 我测标有写玉龙华金科持续创新高 那就代表一件事情 这些股票尤其是这些族群 它会是2014年Q1BG的主轴 至少到现在为止 方向它并没有改变 所以回过头来讲 很多投资朋友说 徐厚师那这样子电子股 既然它颈线已经突破了 那还有什么股票 可以让我们做一个参考 甚至是未来可以做上车的 那我还是要提供 我们最深入的研究分析来告诉你 你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方向 毕竟我们不希望说 一个节目秀个十几二十档股票 然后呢 这档对了 隔天播PCR给你看 我觉得那样子对你来讲 操作帮助其实不大 我们应该把整个主轴给锁定好 那么我们谈到电子股方面 我们谈到新科技 新科技这方面 你要特别留意的事情是 大陆这块市场 它今年度的变化 这个很重要 因为很多人现在不可否认 至少大陆的手机现在 串红的速度 串红的速度 因为我们股票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成长性 讲的是未来性 如果这个市场它刚开始萌芽 而且正在转变 要开始进入成长期 那么你必须要抓住它的脉动 不是吗 所以回过头来讲 来 今天这篇报纸我相信大家看得到 大家看得到 小米机去年卖了1870万只 你知道吗 雷军跟你讲说 我们今年目标是4000万只 表示什么 呈现倍数的成长 对不对 那这篇报纸出来的时候 其实就有一个股票 跟我们当初设定的模式 是一模一样的 我讲过了 我说企业或是产业 在转变的时候 你要特别抓住 它转动的那个点 这样子你就可以买在 波段相对低点 我就举个例子来讲 像这篇报纸今天出来的 有些人跟你点名18档 你听得到要分了 18档小米机的概念股 但是问题是 你如何去选 最具备业绩成长爆发力的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 不是吗 所以我们首周会员的持股 这一档股票 你没有发现 我们深入基本面研究完毕之后 选时要怎么选 用系统来选来放在这边 类似像这一档股票 你没有看到一件事情 第一档开始翻多 对不对 今天利多跑出来 它从44块半 涨到今天收盘47块 那我相信今天会有很多人跟你讨论 小米机概念股 可是问题是 如果你没有在第一档看到翻多讯号 后面看到利多 你也不敢买 对不对 所以回过头去讲 现在讲2014年 其实你要注意一个趋势哦 大陆中阶手机正在做一个升级的动作 那么小尺寸面板的转变会变成什么 WGA系统会变成HQ720 简单的来说 过去的面板解析度比较差 但是未来 它会把它改得更好 就大家会开始去模仿 就像iPhone出一支4S手机 5S手机 全部人都会学 对不对 同样的道理 现在小米机变成风潮 很多的大陆的 我们不能讲山寨了 我们不能再讲山寨这两个字了 大陆的品牌手机 不管是一线二线也好 就大陆这方面来讲 它会开始做一个转换 跟小米机做一个对齐 因为小米机建它做得到 其他手机厂也做得到 所以你要去想的事情是 台湾谁会受惠 台湾谁会受惠 当然你在布局的过程里面 你必须要去在它翻多之后 亮缩拉回找买点 所以像类似这一档股票 我们是在这个价位 告诉我们的会员 你是可以进行布局的 当然你今天会说 徐老师 你真正想要上这个目的 没准算 好了 夫婦也没准算 我只是告诉你 趋势方向它正在改变 对不对 电子股里面的行情 如果电子指数它越过景线 后面要往上嘎 至少相对低档的个股 或者是拥有基本面提材的个股 它是有机会去挑战波段新高的 所以回过头来讲 我们讲另外一个族群也是一样 这个族群也是在相对低档的位置 我不会找那种已经飞在天上 告诉你说明天还有涨天板你去追 这种事情我做不出来 我相信我叫你做你也不会做 不是吗 你要在一个行情启动之前 至少你布局的股票在相对低档 已经要开始启动 可以随时脱离成本区 爆到它创波段新高 这个才是你要的 不是吗 所以回过头来讲 类似像这一档股票 我们之前也有做布局 60块半做布局 12月30号 所有的会员帮我做印证 拉出第一根涨停板 今天来到65块8毛钱 也是一样啊 为什么 当讯号翻多的时候来放在这边 过去都在整理的时候 讯号没有翻多 但是基本面是确认往上的 为什么 今年2014年 SBUS跟PS4 东通双双出货 那表示什么 表示这个业绩会做成长 对不对 所以60块半做切入的股票 今天65块8毛钱 底部完成做确认 今天做补量 再给大家印证一件事情 你如何选择 既然你选对的产业 你如何选择 你还是要用决策系统下去做辅助 不是吗 所以简单的来说 为什么我们会员可以布局这种股票 在60块半 因为我们做好了基本研究 我们又选择这方面 角色系统帮我们做辅助 所以你把两个东西兜起来看 你就会变得很轻松 所以同样的道理 接下来下半段的节目 我们还是要继续介绍 产业持续向上的股票 而且你要特别留意 既然今天2014年 是第一天交易日 你要特别留意的是 哪些指标类股 是在创新高的 这个代表未来趋势 卸下之后 我马上回来 中越上林院 永远无法超越 错过 不会再有 中越上林院 专业的研究团队 老师犀利的见解 为您洞悉股市的大小事 给您最中肯的建议 给您最明确的方向 选择高薪 让您放心 选择高薪 让您坐拥高薪 高薪头顾是您唯一的选择 02 2717 5567 02 2717 5567 头痛 请用五分钟 专业的研究团队 老师犀利的见解 为您洞悉股市的大小事 给您最中肯的建议 给您最明确的方向 选择高薪 让您放心 选择高薪 让您坐拥高薪 高薪 让您坐拥高薪 高薪头顾是您唯一的选择 02 2717 5567 02 2717 5567 头痛 请用五分钟 海洋游戏 海洋游戏 part 2 2625 8880 比何一斩更超值哦 水起财 相用起财 五分钟 来回到现场 不要错过这一波的行情 因为我觉得过去一年 真的让大家想了太多 没有必要想的事情 那我心里面感慨也很深 因为这一波台股往上创新高 其实融资虽然短短的 创了一个小波段新高 但是就我所知 尤其是我们的朋友们 有在所谓比较低线战场的 在浩子里面 那么他们都回复过来的讯息都是 浩子里面并没有像大盘创新高 那么的热闹 那么你要去想 如果你买股票是要买在所有人 都在浩子里面挤着看盘的时候 那么你获胜的几率会有多高 股票至少里面讲的是几率问题 所以同样的道理 现在如果你预设一场认为说 这边已经涨很多了 那么我会告诉你 台湾就会有人受惠 不是吗 低档转强的讯号跑出来 布局完毕现在创新高 同样的道理 PS4接下来会热卖 那么我们就认为 有些产业到低档了 尤其是低档爆过大量有利空的 该X转强之后 你就要特别留意 它未来的走势 不是吗 所以类似像这样的股票都还在底部 讲真的 百分之七色投资朋友 你对于电子股还是兴趣很浓 对不对 所以这些股票都可以列给你当参考 你不用去追在新天上的股票了 你可以去布局还在相对低档 准备发动的股票 所以回过头去把主轴抓回来 我们一直强调 操作要有方向 操作要有主轴 然后选定个股波段操作 这个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在上节目的第一天 我就送给大家 会领先串注的手机黑马 你看到今天LED还在创新高 它叫什么 节能环保 对不对 所以同样的道理 汽车产业也是啊 我们第一天的节目也是提醒大家说 你要有一个全新的观念 为什么 有些产业你回过头来看 像去年最红的股票是如红 对不对 不断的往上定高 不断的往上创新高 筹码一旦被锁定之后 股价怎么涨 你都没有办法去想象 它可以涨这么多 所以一个趋势形成之前 我们要先把基本面给探就好 那么我今天再抛另外一个东西给你想 来 我在今天把它给找出来了 这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 全球首例 萨航他的机票论金计价 当然全世界现在只有他做 那么他告诉你一件事情 他说如果你萨摩亚航空 你的乘客你要来买我的飞机票 当然很多人没听过这一家公司 没关系 它是一个范例 就是说你要买我们家的机票 你必须要乘金论重来买 而不是说一个成人票多少钱 一个儿童票多少钱 不是 那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其实他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如果以载重的方面来讲 其实我相信很多投资朋友 在过去这段时间有听过 或多或少这些消息 就是有些航空公司为了要减轻重量 比如说他的餐点少一点 比如说他的空姐 那个空哨要瘦一点 对不对 那如果你真的体位过于的庞大 他还要多收你另外一个机位的钱 为什么 因为每一趟的飞航 每一趟的飞航 你看起来不起眼对不对 他每多加100公克1000公克 他就对他的航程 对他的油耗有差 所以当航空公司做一个精算之后 他发现一件事情 如果每个人用论金来计他的飞行程数 可以帮航空公司省下很多钱 这就是你看到为什么说 会有人开始这样子做 那我要告诉你 也不是所谓的航空 不是航空城 不好意思 我要告诉你一个全新的观念 运输业里面 其实你要有一个想法 载重等于成本 你一趟航程下来 你载的越重 表示你的成本越高 为什么 你因为油耗越高 那你反过头来讲 如果你要降低载重 是不是就等于降低成本 当你降低成本 是不是等于拉高毛利 为什么 因为你把成本倒下来了 表示什么 你的毛利越越拉越高 这是一个运输业的观念 所以我要提醒你的事情是 现在已经有人在做了 而且台湾有人做到了 至于是什么产业 先让我留个伏笔 但是我要告诉你 来 什么叫成功 当你把别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事 做到完美 你就会成功 所以我们在上节目的一天告诉大家 台湾有一个环保版的特斯拉 有新技术 有新材料 可以做到节能跟环保 它的作用 其实我觉得不亚于 不亚于什么 特斯拉做的事情 不亚于特斯拉做的事情 因为他也做到别人都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是他就真的做到 这是一个好起点 这是一个好起点 所以我们讲过了 有些股票整理形态完毕之后 你要把它列为核心持股 既然它是台湾环保版的特斯拉 表示它有独到之处 那我们等的是什么 等的是股价上面的突破 之前的布局 不是吗 所以我们在谈整个产业的时候 其实回过头去看 我希望大家用一个波段的角度 来印证一个老师的看法 当然行情不一定会等你 你看到我们的股票大涨 你心里面要有一个感觉 我为什么赚得比别人少 为什么行情来没有办法把握住 为什么没有办法去抱波段 这个观念 这个想法 你把它放在心里面想 正如同我们在布局 我说预日车286块钱 不会有人讲 对不对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 8月14号在哪里 8月14号的预日车在这里 你绝对没有办法想象 三个月后他会跑到这里 对不对 涨了100多块钱 为什么我们有办法做到 突破的时候直接送给你 对不对 技术形态突破就是突破 不用预设立场 不是吗 后面做最终 后面涨到350 后面涨到哪里 最高点449 350 400 449 高价股告诉你一个观念 即使你不操作它 你也要看它 因为它代表趋势 不是吗 所以我说如果你觉得预日车涨那么多 成交量不够大 你不想要布局它没关系 但是有一档股票你一定买得起 它叫2201的预龙 对不对 我说三角收敛要注意它的突破 这些报纸我们在8月15号早就说过了 谁能够预测未来 既然美国有特斯拉 台湾就有纳智捷 整车的电动车 预龙做得到 只是你当时不一定看得起它 未来你或许会觉得它很了不起 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先知通常都是孤独的 就好像我在讲286块的预测车一样的孤独 真的 来 杂百亿扩厂 对不对 把菲律宾的股权买下来 为什么 大老板在想什么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波又提玉龙吗 来放在这边 它过去既是一个中断整理 对不对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K线 49块6马5开始翻多 培养一升涨到55块 你要的是这个 不是吗 你不要的是这个 对不对 为什么决策系统有用 当基本面对趋势对 决策系统它就会大对 来华金科 16块7毛钱没有人告诉你可以买 8月30号 不是吗 纳智捷的供应链 低档两次波段买讯 爬到一升四根掌停板全市长都认识它 然后呢 就只有我讲出这个东西 我说周线跳空过 为什么 因为这个成本区 18块1马5叫做颜凯泰董事长接任董事长他的股价 你接任董事长股价一年没动 是在酷价一年没动 去想这个叫波段 来 第一段涨的四根掌停板 OK每根倒没关系 拉回来放到这边 是不是又有多方讯号出现了 对不对 多方讯号是不是出现了 确认 有哦 确认哦 开始往上 所以你在中间怎么上车 你在中间要怎么上车 为什么今天创波段新高 基本面 加决策系统 你要做波段 轻而易举 这就是我们所强调的 你不用担心行情来不及 你只要问你自己 你又没有方法 你又没有策略 去把握这一波行情 如果你缺少了中间的某一项 不管是基本面或者是技术面 我欢迎你 我的救会员赶快回娘家 新会员你看到我的节目 一起同乐会 祝各位操作顺利 我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专专业的研究团队 老师犀利的见解 为您洞悉股市的大小事 给您最中肯的建议 给您最明确的方向 选择高薪让您放心 选择高薪让您坐拥高薪 高薪投赋是您唯一的选择 0227175567 0227175567 专业的研究团队 老师犀利的见解 为您洞悉股市的大小事 给您最中肯的建议 给您最明确的方向 选择高薪让您放心 选择高薪让您坐拥高薪 高薪投赋是您唯一的选择 0227175567 0227175567 头痛 请用五分钟 这里是我最爱的地方 这里有我最美的记忆 这里有最疼我的亲人